美国周五十日,晚,一架小型客机竟然被人偷走,并在空中大飞特技动作,美军F-15战斗机紧急起飞拦截,随后客机坠毁,冒出冲天浓烟, 当地时间晚上,西雅图一个机场传来飞机,突然违规起飞的消息,美军F-15战斗机迅速起飞拦截,而最终这一民航飞机坠毁,美国西雅图塔克马国际机场,C-Trek Airport当时传出消息,一架飞机在未经授权情况下起飞,不久后坠毁,据信机上没有乘客或机组人员,警方逐步排除恐怖攻击, 飞机违规起飞事件发生后,美军紧急派出两架F-15战斗机拦截,据报道,两架F-15战机升空后尾随该客机,但空军则声称战斗机与坠机无关,警方表示, 驾驶飞机违规飞走的是来自于皮尔斯郡的一名29岁男子,认为这一案件并非恐怖攻击事件,坠机的原因,有可能是这一窃走飞机的男子的飞行技术一般,导致坠毁。 据媒体报道,华盛顿州的美国空军路易麦克的联合基地Junt Base Lewis McCourt,发言人说,F-15战机飞行员,在空中,曾联系这架飞机的飞行员,但是飞机在做出一连串惊险的特技动作后,因还未能确定的原因,触地坠毁。 美国西雅图国际机场发言人表示,一名机场员工违规把一架没有乘客的冲锋巴罗旋桨飞机驾驶起飞,并在广播中声称它可一座特技飞行,但不久后便坠毁,目前机场已恢复运作。 机场媒体渠道的文章证实,该飞机最后坠毁在普洁海峡,Puget Sound南方的一个小岛上,阿拉斯加航空,Plaska Airline证实,涉事飞机是一架Harrisonark 400,周五晚间8点在未经允许的情况,下从机场起飞。 不久后坠毁,Hurisner航空公司属于阿拉斯加航空集团,Plaska Air Group,事发后机场已堵暂时关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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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open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